回到懷疑全世界 我们来看的是美国的情报网 是不是出现了一个大漏洞 怎么说呢 纽约时报最近有一系列的报道 引发了全球的关注 因为美国军方的机密文件 竟然被上传到了Twitter Telegram还有Discord 还有Fortune这些平台 那内容呢是包括了 像是有关于乌克兰 还有这个乌俄战争 中国大陆跟美国盟邦 包括了南韩的一些极机密的资料 总共大概有100多份 目前已经这个 现在看到是已经出土的 就已经有100多份了 好 这个是在4月6号呢 纽约时报率先披露了 重点在这个地方 3月开始呢 美国与北约的 俄乌战争的秘密文件 就遭到曝光在网络上 刚才提到那几个网络的平台 内容当中指出呢 五角大夏判断乌克兰 防空能力不足 美方计划要如何的来援助 而且也详细说明了 美国跟北约 在援助乌克兰 要进行反攻的秘密计划 我们之前曾经提到说呢 春天呢 或者说最近呢 可能要进行一个反攻的行动 但是呢 事先泄露出来了 也影响到了乌克兰现在的反攻计划 而泄露的机密资料 包含了美国国防情报局 DIA 中央情报局 国安局 国家侦察局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 而且核心情报机构 所获取的情资 大家就在想说 哇 那这是不是以前 通乐门又翻版了 因为2013年危机解密 那时候这个事件发生以来呢 大家认为说这次的事件是最严重的国安疏漏 那么证据也指向有人泄密 而不是骇客攻击 因为在前两天还想说 会不会是透过跨国的 在网络上面云端骇客进行攻击 但是从照片看来都是拍下来的 怎么可能是骇客攻击 另外外泄的内容可能让俄方有机会发现一些有利的线索 而现在当事人五角大厦呢 说这个案子已经正式交由司法部门展开调查 虽然五角大厦呢 跟情报机构对泄密事件是感到忧心的 但是这些文件显示的是在一个多月前的资料 好 这项跨部门的团队呢 已经启动了 那重点呢 是评估这些文件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 还有这个才是重点 美国的盟友之间 合作伙伴之间他们的信任度会不会受到影响 请教文贾老师 两个问题 大家都在看了这个情报泄密的事情 就会想谁泄密的 who 另外一个是为什么要泄密 我看呢 其实这个东西 竟然五角大厦定位成了是泄密 那当然泄密 当然从内部泄密 不然怎么叫泄密 那一是内部的人把它泄露出去 那所以我看呢 其实整个情报我想美国它现在不管是吃情报大国 它对不管是收集情报 或是所谓的指导收集 然后这个研诊到运用 这都是非常明密的 但是泄密的层级应该蛮高的吧 应该是很高 而且是有 不然不可能接触到这么专业 是有权限的人 而且呢 说真的 它是用拍照的 那所以我们一直想说 意思比较好笑的是 一直管制手机 其实现在有心要泄密的人 他不用带手机了 他只要拿干笔 就可以拍照 很多偷拍的 对 所以很多事物要进去什么单位 一定要什么养鸡场 这个手机放在这箱子里 我觉得也过时了 所以这部分呢 也充分说明是说是内部泄密 连眼镜都可以 对 对都可以都可以 那所以我想说呢 其实这个一个泄密是非常要不得的 因为毕竟情报是机密 因为情报之所以变成情报就没有 就当然是机密不是一般件 但为什么要泄密呢 目的是什么 那当然是对 可能对内部 或是说对美国政策 或是说甚至被收买了 都有可能 因为我想呢 这个部分 所谓的情报反情报 情报那些收集反情报 当然是要去测动 具有揭秘 或是揭秘的人去泄密 那因此呢 如果去测动 当然几个部分 当然是可能利用他的这个 去用政治去 就是对政治不满 甚至是用金钱诱惑 甚至美色等等 多元的 那我想这个范围可能既然这个美国现在在查了 我想他又很科学的 包括用测谎来查出真相是谁 所以我们拭目以待 这事情发生一下 因为其实在美国这个情报系统 太多人有这个资格看机密资料 不一定要有一个权限 对 而且不一定是很资深很senior的人士 不能排除是一个很junior 因为过去有几个案例 其实是非常junior 刚刚老师说的就是 因为他个人觉得美国政治是不对的 他可能是一个基层 不能排除 真的不能排除 对 因为他个人觉得 美国政治是不对的 不管是感受其他国家的内政 或监视 虽然我常常说美国不感受其他国家的内政 但是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说 他的东西是什么 或许他因为他真的觉得 美国不应该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或者监视盟友 甚至他们反对美国扮演这个世界上 世界警察 或者他们觉得美国是跟一个非民主国家合作 比如说沙卜地 阿拉伯这些中东国家 他们觉得大德上是不对的 简单来讲就是说看不下去 或是看不过去了 不过刚刚Ross讲了个大实话 市长我请教你 但是情报外泄凸显出的大问题是 有破口 这次的文件 我觉得这次的泄密 也不是所谓的什么低级错误 只要有机关就会有泄密 这可以说是一种正常错误 这次泄密的文件我们会发现说 文件内容有一些变造 捏造之后才公开才上网 那变造跟捏造 未必是为了认知作战 也未必是说为去遮掩什么更机密的东西 也未必说要去保护什么人 通常变造之后才公开呢 是为了遮盖这个泄密的来源 举个例子我今天有一份机密公文 经济部发的我会给了农委会 实际上是农委会写出去的 可是写出去的人呢 他一定会做一些变造 让解读这个文件的人觉得说 这一定是从经济部出来的 不然就很容易追到来源 对 所以为了遮盖自己的动作 常常会这样 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在跟中国大陆进行EFA谈判 第二次工作阶层协商 在大西的时候 联合报连续三天 都把实际上的谈判的整个机密 写出来的写得好像记者 也参与谈判一样 但是这个记者 挂名的记者是跑入委会的记者 可是这个记者就只是挂名而已 为什么找一个不相干的人来挂名呢 后来查出来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泄密 是因为国贸局内部有内斗 当初的黄志鹏局长 有些人想要把他斗下来 想要抢这个局长的位置 所以这个资料是从经济部写出来的 可是为了遮掩他这个泄密的途径 他就找跟报纸方面 跟记者方面商量好了说 这篇是你的独家 但是拜托你不要挂你自己的名字 你找一个不相干的同事来挂名字 所以泄密有千种百态 为了吹哨 为了内斗 这个都有可能 所以要自保啦 这个情资拿到之后 还要来判读他这个真伪 因为有时候其实你也担心是假的情报 不过金文兄你怎么看 因为刚刚提到说 泄密内容当中包含了关于俄乌战争 特别是乌克兰的反攻计划 点到了说在乌克兰这边的 布克防空系统的弹药 可能在4月中旬就会用光了 所以保护前线部队 如果防空系统没了 完全瓦解在5月23号 这一天之前就完全瓦解的话 那空防空忧 完全就没有办法被掌握了 那我要问的就是说 没有这个布克防空系统 您觉得乌克兰要用什么方式来 应对这个俄罗斯在空中的攻击呢 这次这个泄密的范畴很多 特别是对于俄罗战争 让我们了解到之前很多 一些传媒报道 一些讯息来讲 它的虚核实到底如何 我认为这一篇 这个泄密的讯息 非常值得参考 特别是乌军的伤亡 俄军的伤亡 里面有不同的解读 当然对于乌军空防这个部分 向来是大家高度关注 尤其是很多人觉得 俄军的战机压倒性的优势 为什么没有完整的掌控 乌克兰所有的制空权 我认为俄军本身有它技术上 有它装备上 有它战法战术很多缺失 比如说它预警机不够 没有办法有效的管控整个空域 另外它的卫星 也没有外界想象 它的擒之能力那么强 没办法完全掌握乌军的部署 此外我还必须对于乌军 它本身空防系统的韧性 要比个战 特别是它开战 主要的武器装备 都是前苏联时期 像这个S300 还有三毛局 大概它接战的大概有九成 都是由这些旧的 二制防空系统来负责 而且也成功打下很多 俄军的目标 也因此我必须说 同样是武器 俄军也有乌军也有 照理说俄军很容易干扰 让他瘫痪 或是让他的效能上失 但还是可以威胁俄军的 整个空天军的活动 就代表乌军在战法战术 它的灵活性 还有在高压状况下 它还能有效的接战 但现在问题来了 按照这样的情知 这样布克 也就是三毛举飞弹系统 它是属于乌军一个 中程的冶战 或者要地防空系统 如果它弹药耗苦 它来一个问题就是 这些二系的系统没有 你北约军援的防空系统 能不能快速补充得上 虽然北约有支援 像这个老旧的英式 这个麻雀防空飞弹 还有国家先进防空飞弹系统 但问题是 你的供应充不充分 这就要考验 北约军援乌军 这个防空系统的强度和力度 我认为这是攸关未来乌军 能否在防空体系这个部分 能够还是维持 应有强度一个非常关键的部分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文艺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棋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好 回到节目继续来关心总统大选 国民党方面2024的总统人选 现在还迟迟未定 大家都在等待的是最强母鸡 这个侯友宜 她到底什么时候要宣布 要表态呢 这个被征召 各界是引颈期盼 还是有不同的想法跟意见呢 先来看看各界不同的看见 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 就说侯友宜在一个月之内 如果还不出招的话 那么她的人设将会崩坏 现在已经受伤很重了 如果不能够及时调整回来 那么侯友宜她就断定 她就要出局了 台北市议员许小新则说 如果侯友宜能够把议题打热 怎么样在议题创造 气势冲出来呢 支持者自然就会回笼 所以大家不用太过担心 资深媒体人董自身则是表示说 蓝军唯一可能会打赢选战的 那就是超强母鸡侯友宜了 至于像已经表态 要来角逐的郭台铭 如果真的被国民党提名的话 他认为 董自身认为是百分之百 是不会当选的 而沈大佬这个前立委沈富雄呢 他说侯友宜如果想赢得大选的话 就必须要做两件事情 要有很强的这个选举团队 强调老百姓愿意听的话 而且还要是老百姓听得懂的话 不过选举是这样子 有的时候timing一过了 可能你要再拉回来不容易 所以请教施董事说 目前您看这个国民党 我们现在看国民党中央 还有包括侯友宜本人 他们俩主被动的关系怎么观察 我觉得我看起来虽然说 这两边都有我曾经共事的长官 可是对我来讲 我看起来也是姆萨萨 我只能这样子讲 就是说我了解的侯友宜市长 他有他自己的个性 他是做事非常有策略有方法的人 比如说新北有一个很棘手的一个问题 是那个温子郡违建的问题 那里面有上千家的违建工厂 可是温子郡这个要开发 上千家违建工厂 你这个迁移或者拆除的问题 会影响到上万个几万个工人的生计的问题 还有地处的权益 这些业者的问题等等 你看他在四年期间干净利落的问题处理的 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市政问题 他举重若轻 所以他是做事有策略有方法 可是他又有自己的一个个性 不是外界如何怎样的一个劝劲 他就会依照大家期待的步调 不随波起舞 对 他是不随波起舞的人 那我觉得国民党中央方面 已经把各方面该做的都做了 我觉得从大概两个月开始 国民党中央一些高层 持续地对媒体释放了一些讯息 然后谈到未来的游戏规则可能会打造 我觉得也就是很积极地做求给侯友宜 那为什么两边都还合不拢呢 会不会有一个很大的可能 就是说侯友宜这边还没有下了最后的决定 还是说他已经下了最后的决定 但是他相当胸有成竹地认为说 他可以找到自己适合的一个发动时机 民调数字来看 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就引用了最新 就是关键调查他们的民调 再给大家看了一下 目前绿营方面还是领先 那绿营方面现在已经是定于一尊了 也就是赖清德 这个所以现在在暂时大幅领先的情况之下 大概都有差到10个百分点左右 温家老师怎么解读 目前民进党看侯友宜出来 还有包括就算董志森说郭出来 是百分之百不会当选 但是应该也在民进党 想定的对手之列吧 我想民进党的策略呢 其实就是如果说套一句 这个老公讲的 这个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 他现在主要打的当然是侯友宜 显了意见他是主要敌人 那所以你看这个郭台铭在4月份 他不是宣布说参选吗 其实民进党都没有资深 都不出声 因为其实说真的 他当然什么时候呢 如果说政治郭台铭出现 他才会出声 才会去打 所以他现在 我看郭台铭是吃药敌人 所以你看连这个小董 他就认为说这个郭台铭就出来 不会这个百分之百多 对比较多 那所以我看起来呢 其实郭台铭呢 他本身呢 不管是在政治上 或是说他可能在一个部分上 就是可能嗜财奥物 可能财大气 但是有时候其实虽然美国他虽然是自治 他但是是一个商人 那如果说是中国呢 其实对他这个和平 其实也对他蛮礼欲的 因为毕竟他在大陆有做生意嘛 那此外其实他整个一个在财经面 这个财经界其实也很有声望 那其实很多人也看中他的钱财 所以呢看起来呢 这民营党他既然是一个 我们认为说民营党 从以前到对就是一个巡举政大 所以我们看这个民营党他的对一个 就对手 这个敌对阵营 他推出人选呢 他显了一件的 现在看出来 他对侯友宜你看 捷径百般去打击 但是郭台铭呢 他知识不提 那这样的状况呢 我是这么认为呢 其实现在国民党 就民营党的主要的敌人 还是在侯友宜 其实现在大家在看 就是说侯友宜还是不动如山 然后一直不断的强调中华民国 那我继续请教Ross 因为现在比较急的 应该是国民党党中央才对 但对于蓝营的支持者声音来讲 他们的声音应该是说 为什么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国民党就是这样 四年前就知道 今年就要选一个总统候选人 这么简单的事情就弄得这么复杂 你给民进党 就是任何民主国家政治 就是你给你的对手 那这次对手是民进党 你给他们这么多时间设计 他们会怎么对付你 应对你的时间 所以我相信 假设侯友宜最后宣布他要参选 然后被征召了 那每个民进党已经有这么多时间 可以准备他们的攻击 炮整理匣了 对 他们很快就会出来 这些相对应的策略 对 对 所以国民党这样做选顺 就越来越难了 主要是因为现在有一个变数也加入 就是马前总统访路之后 回来带来的说 九二共四又活过来了 但是我跟大家简单的说明 他现在讲这个对外三地原则 Democracy, Defense, Defrost 那就是善化民主 善化国防 降低第一 那本来国民党的主张是2D 是这个 二D 民主 Defense 民主跟国防 那2D怎么变成3D 2D 有朱立伦的2D 还有这个江启臣的2D 所以是有朱土地 现在是后3D吗 现在大家讲2D 2D 然后现在又变成一个新的3D 这是侯友宜的最新3D 那这样我们知道他们为什么用这个英文的方式 不管是2D或3D 他们要就是国民党的很重要的 要做的是让美国很安心 如果国民党选上美国可以接受 甚至他们希望在这个选举期间 美国会出来说 国民党选国民党好 民进党好 美国都会配合 这是国民党的梦 3D会安心吗 对不对 3D会不会安心 No 我们外国人不会懂你到底是什么 Defrost吗 金元忠 你怎么看 因为现在针对92共事的立场 侯友宜是强调 因为大家也在想说 两岸要不要有一个清楚的论述 他一直强调是说保卫中华民国 然后呢尊重92共事 认同搁置争议和求同存异的精神 他是支持是尊重 但是也有人就见风察生说 这个尊重并不代表是支持 是不是有一个伏笔啊 那所以对侯的阵营来说 如何去评估现在这个新的变数 92共事对于选情的立跟并 92共事之前 就是按照民进党的解读 92共事就是一国两制嘛 而且那时候有反送中 这样的一个背景 造成2020年那个选举 这个小英一面倒的这个胜利 当然这次这个马英九去访中 92共事好像又有不同的意涵 又有这个解读的空间 但我认为就这个侯友宜来讲 他还是需要观察 特别是最近一连串的情势 他的情势是滚动性的变化 比如这三天的这个围台军演 是不是让大家勾起到 两岸没有对话 哇就很危险 你看战争随时来 那另外还有国际大环境 俄乌战争未来持续 会不会这个相关的这个战场的情势 让台湾的老百姓 哇发现战争真的很可怕 你看大规模的破坏 因此两岸这个情势 是不是我们一定要对话 降低战争的风险 因此我认为既有他九二共事 怎么去包装 怎么去说服老百姓 但也有两岸和国际间相关情势 滚动性的一个变化 因此就侯友宜来讲 我认为他还没有看清纯 这个精纯的研判出台湾老百姓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而且以侯友宜比较保守的个性 我认为他还需要一些时间 再看清楚他的路线和相关的效应 再决定九二共事我们要怎么去包装 还有怎么去处理这个论述的问题 对因为我这两天也看到有一些外界不同的看法 就是说特别针对九二共事 我请教施董 九二共事一般的老百姓他可能似懂非懂 不要说是一般老百姓的 就连可能很多的这种政治人物 可能在解读九二共事上面都 每个人一把号然后各吹各的吊 所以基本上应该让选民是不是 就国民党的策略来讲 应该是不是让选民最了解 什么是国民党现在要处理在两岸关系上的 我觉得要把九二共事说明来 会非常非常的费力 因为一般人对九二共事 就是有一个刻板的一个印象 那九二共事的权势权 说实在国民党失去了 是抓在中共跟民进党的手里 那中共跟民进党对九二共事的讲法 基本上逻辑是很像的 那其实国民党坚持的九二共事 就是说跟老共之间呢 有共事的地方 也有没有共事的地方 没有共事的地方 就是我们认为一中还是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议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棋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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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